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讲一些香港的新闻 就是关于这个六人所谓被视为指名潜逃者 就是被撤销特区护照和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这些六行措施 这些说法就是想施展对他们的长臂管核域外执法 甚至对他们施以人生的恐吓是跨境镇压的部分 对于这件事,我们有怎样去认对呢? 先说这一则新闻 12日6.12星期三,香港政府刊宣布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行使《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 即维会国家安全条例的权力 将6名现证身处英国 因为违反和国家安全相关罪行 被香港法院发出拘捕令的人士 列明为指名潜逃者,撤销特区护照,禁止提供或处理资金 甚至和他们进行不动产活动都被禁止 禁止和他们经营合资企业或合伙等等 这四项应该是四项的措施是对他们施展的 很多人都说612这一日是反送中运动的五周年纪念 我们看到曼城很多五百人以上都在那地方到集会 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 好了,面对这件事 向6名现证被港版国安法 即是所宰制的这一班港警、国安警 通緝的这些社运人士 施加压外的限制 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威胁、恐吓 用这个方式来截断对这6个人的帮助 然后再产生了涟漪效应、寒蟬效应 对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这只是用6个人作乐的开始 未来会不会对美国、加拿大都做出相类似的做法呢?不得而是 永远就是欺善怕恶的 英国、澳洲、美国、加拿大 可能他觉得澳洲要亲善和睦 美国、加拿大就与中国搞对抗 怕中国本身吃甲棍 于是找中间英国开刀先 之后再处理其他案件 不代表其他案件不会处理 但你想想 他们这样的做法就是先 针对英国这6个人 去做出一个这样的行为 这6个人就包括了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已经解散的职工盟总干事蒙绍达 社运人士网名揽炒巴的刘祖迪 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职员 郑文杰 以及星期二得道网台的霍家智和蔡明特 星期二得道我先不说 至少这4位人兴 大家都知道 他们基本上是从事 基本上在英国都有很多的一些 关于公民的活动 孟少达继续在公民方面 另外就是看到 罗冠聪 刘祖迪和蔡明杰 这3个在英国的人士 最清楚他们再继续 从事有关的活动 所以针对这些人 来想追击他们 希望施展长臂管轄域外执法 英国政府绝对没有责任去协助香港 政府来做这些长臂管轄 以及为外执法 也都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协助 一旦协助 是违反英国国安条例的 2023年英国是通过了一个 英国的新版国安法的 你这样做法的时候 更加违反英国的本地的法例 所以我想这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去做一些以身事法的事 很多人就说 我们就要配合香港政府 去英国协助香港政府 对于这6个人做域外执法 我们会举报那方面的事 各位 2023年英国通过新版国家安全法 一旦你这样做 你是违反英国法例 你坐牢 OK 你喜欢坐牢 就去英国坐牢 你要做嫁两 哪个人想去帮香港政府做事的 必定会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 港府看宪在当日下午 邓PK 就在记者会 建记者一家 指控某些英国官员政客 民间组织和媒体 包庇这6名香港通缩反和 他说是以歪曲的事实 抹黑特区政府 目的来破坏香港的法治 他又说 这6名人士 试图影响 和国安法有关的案件的审判结果 我想就是这6个人 怎样影响到 和国安法有关案件的审判结果 是不是 这些法官 全部当他们是罪犯 那样办的 怎样影响呢 没影响 没影响的 你三个法官 你混同那班人 全部都已经 判了47人案 45人有罪 另外两个人 都是在律政司上诉 那怎样影响呢 没有影响 有什麽影响 黎智英 我们觉得他们 几个人影响到什麽呢 影响不到 浪漫 你全部已经是 独裁专政极权的情况之下 整个香港的法院就变成 中国政法委的延伸 变得影响 没有影响 通通共产党的手法就是 怪责外国势力 怪责这些境外人士 从来我们都没有 歪曲事实的方法 是以澄清事实 澄现事实的方式 去指责 譴责特区政府 目的不是破坏香港的法治 是指出特区政府 如何破坏香港的法治 邓PK 你吃屎了你 邓PK说 这六名指名前途者 在英国得到包庇 而继续勾结外部势力 去从事一些危害香港 和国家安全的活动 包括继续鼓吹分裂国家 继续鼓吹颠覆中央政府 和继续作出一些煽动意图 我真不知蒙笑 但如何鼓吹分裂国家 颠覆中央政府的煽动意图 因此我们有需要 采取这一次 将他们指名作为 指名前途者的行动 根据港府公布 六名居英港人 将会被施加四项措施 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 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 与涉及有关前途者的 合资企业或合复相关的禁止 以及撤销特区护照 另外蒙笑达和蔡明达 另外会暂时罢免董事职位 曾任职大律师的霍家智 在香港的执业资格 亦都会被暂时吊烧 在香港的执业资格 他们都不回去 霍家智都不回去 你吊烧他 没意思的 蒙笑达和蔡明达被暂时罢免 六位仁兄在那个地方 要不是有BNO 或者已经申请了做难民 无论是BNO BNO visa 或者难民 或者其他国家的护照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譬如说 罗冠聪2021年 已经上缴了这本特区护照 给英国政府申请难民 他如何在这几年 用过特区护照出入境呢 罗冠聪有没有出入境呢 大家翻查都知道 来过台湾很多地方 那难道你说 这些情况会限制到他旅行吗 不会 他需要香港政府的良民证吗 不需要 你香港政府对他的通缉 就是他的良民证 你对他的通缉令 就是他的各国自由国家里面的良民证 OK 跟着 与涉及有关前途者的合资企业 或合复相关的禁止 各位 他们都不做合资企业 也都不做合复的 OK 你这样做法 等于说 你要没钱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帮友 不跟你合资 各位 在这个时代 要真的要赚到钱 不需要靠合资的 传统以前 以前那个世代 没有钱了 那你懂得煮食了 那你出十万元 或者一万元 五万元 接着别人出十万 二十万侵干股 就进你的公司 做大公司 那这些就是合资企业 但现在 你会觉得 会用这个方式吗 不会 是吧 世界上做任何的企业 或者做任何freelance 都可以生存到 如果真的要 run 一盘生意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 譬如说 万一这个禁令延伸到澳洲 对于许智峰 我举个例子 他现在在一间律师楼打工 是一个associate 未来 假设几年之后 成为了一个合伙人 partner 而这个禁令 如果是适用于许智峰 如果 我不是推动这件事 如果是适用于许智峰的话 那你觉得澳洲的律师楼 会因为这样 而觉得 喂 不让这些人去做 做合伙 于是就不升级集合伙人吗 是不会的 不会的 sorry 你香港 手指尾 挑个臂屎 都比你大 你当PK算了什么 澳洲这么大 我需要靠你香港的生意 对不对 另外全世界国家 天空海阔任他们飞 我需要理你 所以即使你有禁止 其实这件事已经极微 而且 譬如我 我就一向 不和别人合资合伙做生意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我一向没有 也没有想着这样 都赚到不少钱 所以我就说 我以前律师的生涯 都是打工而已 那请问 在那个时间 赚得比较多 钱的时候 喂 这六位 居英 港人 需要靠你合资合复 银食吗 好了 禁止与 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 你浪费了 你 是不是 你要全世界管起来 你觉得外国的政府 或者所有的一些 卖家 买家 房东 要守你的法律吗 很多英国人 都不禁止去中国 也都对中国 香港 完全没有任何的 一些想法 有很多香港人 甚至没有黄的 去到英国的资产 也都不打算回去 市民他们租不到房子吗 市民他们买不到房子吗 即六位的居英 港人买不到吗 浪费了你 你以为是这样 让他们睡街 你浪费了你 所以他们没有生意做 你浪费了你 还有 禁止提供资金 或处理资金 这个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那你说 禁止提供资金 或处理资金 其实主要在说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主要在说的是 比如说 接受捐款那些 我想他也不会公开众筹 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Patreon YouTube 先说YouTube YouTube 你在看我这个节目 我假设 有一天香港 政府都出了一个 类似的禁令禁止我 或者其他的一些 评论人 commentator 这样的时候 你看YouTube 有没有问题呢 最近 黎动国 就出来说的 他又说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他说 这件事呢 只要呢 不觉意 就是看到呢 就是不是故意地看 就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看完之后 不敢发笑 就是不知所谓 那么 黎动国是新闻党的立法会议员 那么 很多人都问 那么 究竟 市民观看相关人士的YouTube 令那些人 譬如包括我 包括这个其他六个人 产生收益 是不是违法呢 新闻党立法会议员黎动国 认为 需要证明犯罪意图 如果没有订阅 只是无意中观看 并无问题 不觉意看到 不会有问题 什么 那你就收起了 就是我只是说 如果这样说法 第一 所有这些这样的 不觉意看到的黎动国呢 是不是都要犯罪呢 那他当然不会 那国安警察 或者死黑警 三万thanks 他们的家属 成斗 成十万以外的 这些黑警及其家属 这班人 他们如果去看我的东西 是不是都要抓他们呢 那你说 会使得我们产生收益的 那么 那么很有趣 那么这个禁令就是禁令什么呢 再度一次给大家听一下 禁令是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 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 所以对于呢 YouTube来说呢 基本上你没有提供资金给我嘛 YouTube你是透过什么呢 是看comment like share 透过view的时间 和这个view的次数 那YouTube就会跟我去拆一些广告的收入 所以我譬如说有些广告 我都呼吁大家看完那些的 那你看我的广告 是不是等于提供资金 你不要直接提供资金给我嘛 是YouTube提供资金给我嘛 所以看YouTube 绝对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不论你是不刻意看 或者你订阅 因为订阅你没有提供资金给我嘛 你订阅YouTube 订阅YouTube 订阅YouTube 是绝对没有提供资金给我嘛 所以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 第一点 第二点 另外在YouTube里面有些功能 比如Superfans 我都鼓励大家 用Superfans的功能给我们 那大家就在这个地方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大家在香港的话 我希望大家用离岸的户口 去处理有关的问题 免得我会害到大家 我都自己觉得我会很小心 即是站在各位观众的角度 很小心看这件事 那你说 现在这个禁令是不是针对我呢 没有 所以这件事对我没有影响啊 大家对我的支持呢 是照应持续的啊 万一有一天 香港政府就是对我有禁令 给一个勋章给我的话呢 我都会说 你只要用离岸户口来处理就行了 同样道理 这六位人兄 如果你们支持他们的 喜欢与不喜欢 青菜楼宝角有所好 这六位人兄你支持他们 去看他们的YouTube 请紧记呢 你所有的看 点击 comment like share 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在于呢 你如果用Superfans 的功能 即是 叫做赏金的方式 打赏的方式给他们呢 就要注意用外国的帐户来做 他 track不到的 OK 接下来讲Patreon Patreon呢 是会制造一种恐怖气氛 令到大家去打击 这些人的一些做法 当然了 香港政府也没有说禁制大家用Patreon OK 海外的大家 海外的户口 用Patreon 绝对是没有问题 香港人 我希望大家自己设定一些 应该有的防范措施 即是说呢 如果你在用香港户口 每个月去定期 去付钱 给一些 例如那些6个人 那我想这件事就需要做一些 我会建议 在海外海有关的户口来处理 更加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将你的Patreon的名字 将它匿名化 即改一个其他花名 将你的所有的一些 有关的 譬如电邮各方面的东西 将它设定 是比较精密一些 不要将你的名字写在电邮里面 即电邮你比如说 你写 Sample at gmail.com 这个地方当然有问题 我当然也没有这样的Gmail 那你如果写这样的名字 在这个地方 就被人去抽清 OK 很容易被人入 所以希望大家自己 做一些防范措施 去处理这个问题 但也是那句 今时今日 如果它是一个天眼系统 社会信用系统 完全用AI来偵測所有东西 很难说 我难保大家有一天 今天未必有 但难保有一天 它真的会查到大家 就是究竟是 哪个地方 哪个人 给了什么钱 给其他人 所以我都觉得 大家是在一个铁幕之内 是做尽一些 能够接收资讯的方式 我是鼓励大家这样做的 也都欢迎大家 继续支持我们 很多在海外亭内 做这件事 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 其实很大的原因 就是为了留下来 在香港人做 我们很担心风鸿的 我们很担心 大家离弃我们很多的 一些做评论工作的人 因为我们做的意义 就是在于和大家去说话 那另一半的 当然是离山 已经离开了香港的港人 希望大家能够 温存这个力量 这一班 即包括我在 我们这一班 基本上是 风险极低的 但是在香港以内的人 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第一你看YouTube是没有问题的 OK 只是刚刚说的 Superfans 和关于Patreon 里面的一些东西 做一些防护措施 我知道有些评论人 有些伙伴 就说 你们全部不用怕 什么都不用理 就是 完全不需要处理 知道这件事 只要Patreon 订阅 那些资料完全不公开 就可以了 那当然 我希望 也有很多人教你 如何Patreon 订阅 订阅完全看不到的东西 但 我没有办法保证 港共政权 可以勾到你里面的东西 OK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尽量将你整个Patreon 设定 各方面的 如果你年纪大一点 找一些子女 帮你将它移到外面 即外面的 开一个新的户口 是 完全有新的email address 然后外面的户口 来做这件事 在香港那里 去access这个户口 然后呢 去 即是付钱 这样 银行户口 去付钱 我想这件事更加重要 是离岸的户口 我想每个香港人都会说 智星会这样做 我就知道看完这个节目 有些人觉得 我也没有子女 也没有人帮我 这样做 不知道怎么在外面 设计一个户口 等等的东西 问问自己朋友 我觉得这件事的话 会方便些 去处理有关的问题 最苦底抽身之道 当然是离开香港 但我不会说 所有人都有责任 离开香港 那谁再留在香港 还有留在香港那些 不需要我说的 不是我劝的 是你有你的原因 有公需定律 有你自己的原因 reason 为什么你留在香港 所以我不会批评 你留在香港那裡 你继续去关注这些事业 是很重要的 不是说支持我 不是支持某人 是支持真相 公义 怜悯 温存的力量 因为香港那裡 真是独立的媒体 真是能够给争许给大家的媒体很少 然后可以做一些 清心直属的说法很少 我们的说法 不是代表大家 仍然享有自由 是大家没有自由 可以听到外面自由世界 包括我在这个地方说的 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有朝一日 重获自由 在香港未光复之前 你要明智保身 你要做日常生活的 可以接受到的 不合作和对抗 但同时也知道 宜君海外 暂时去 为自己下一代 作产的重要性 OK 这样才是苦礼抽身之计 我说这些 可能觉得 我就是 太唱衰香港人 我最没什么意思 我希望大家保重 邓PK解释说 这六项措施是为了应对打击阻吓防止这些前途行为 并且希望促使被指明的前途者自己拿出勇气 返回香港 面对和接受法律和司法程序 我希望邓PK这些港共集团拿出勇气 来到美国接受法律和司法程序 OK 国际恐怖主义分子 OK 邓PK见记者 又提到早前爆出的间谍案 只用英国政府编造个案 整个都是ETO的人 怎么编造个案 一堆堆证据摆出来 邓PK 他说邓PK说 Dcastle 毕竟もう一台 在英国基础 drove香港链沿经贸vs行政经理 原尊彦雯 replies 准同两名男子 CCP & Tricke 在英国宫市违法当地国家安全的活动 什么毛利起诉就要历导你 正居确准 今天一切有待司法判决 邓PK 邓PK这都说 此外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早前也指着英国政府编造个案 汇akukan英国国安法为名 檢控香港駐倫敦经贸办事处一名同事 这个是邓PK的说法 首先说蒙绍达的反应 蒙绍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时澄清 自从2021年9月移居英国之后 已经没有使用特区护照 一直使用俗称BNO的英国国民国湖海外签证出行 BNO visa出行 它有BNO护照也有BNO visa 所以港府的最新措施对它没有实质影响 但它批评港府的举动有报复性侵犯了它的人权 它说其实以往在专制国家的历史中 独裁者褫夺流亡人士的国籍也不是罕见 不论是取消护照或者国籍 都是要针对异见人士 剥夺他们的公民身份的权利 基于我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 而政府对我私家报复性的措施 这个就是赤裸裸对我基本人权的侵犯 他又指出威胁限制公民出入境自由 在中国政府惯用的政治操作 目的是想将异见人士变成外交人质 他认为港府对他作出行动 是想报复英国早前拘捕了经贸版 铸勒敦的职员 他对这种政治操作移植到香港感到可逼 他说邓PK自己也主动提及到 针对六人在这个时间作出制裁性的措施 是为了回应英国早前处理经贸版间谍的案件 完全暴露了现在所谓的执法行动 根本就是一种无耻的政治报复 另外被列为前途者的劳均聪 罗冠聪提到在202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 Refugee的时候 已经将特区护照交给内政部 即使被申请成功之后 也没有取回 换言之 我在2021年起 已经不再使用特区护照 批评港府声明多此一举 谢文杰一发中英文的长文 说港府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 但有政治动机 目的是压制异见声音 压制我们为香港民主和人权所作的努力 并强调港府最新的惩罚措施 在他对国安法颁布之后的日常生活 影响甚微 即是 拗痕了当你 Finn Lau 刘祖迪说 从小到大 得本BNO 从来没有拥有过香港特区护照 你辞消什么护照呢 反问港府如何辞消一本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护照呢 他又说最有趣的是 但是中共和港共在6125周年这个日子动用23条 方式大家忘记2019年那样 值得估掌 将它变成幽默 即我想香港政府 你是不是白痴的 是不是低B的 食塞米的 食屎 6个人你说都要撤消他的特区护照 Finn Lau 说他没有特区护照 我相信Finn Lau 说的 即是刘祖迪说的 你撤消一本根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护照 你吓鬼啊 不如你撤消我美国护照 不如撤消我加拿大护照 是不是 你撤消我冰岛护照 我说这些香港政府连Due Diligence都不做 讲话都讲到漏漏漏漏漏 一摸一摸 想威嚇香港人 想警告这六个人 评论人 继续做activist的人 所有的香港人 要他们不出声 做一个 动物园中的小白兔 旁边有狮子在 让大家经供资料 度过余生 我说了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搞 勇敢面对 找一个好的position 去做这件事 找不到 日常生活的不合作和反抗 这一点是重要 这一点大家看到 是想制造 尤其我觉得唯一 比较有点小小的 需要大家避忌的 其实不用六个人避忌 六个人 who cares 是支持他们Patreon 或者Superfans YouTube的一些香港人 留下来的香港人 他恐吓力不在于爱 而在于耐 可以吗 是想制造一个法律风险 令到很多人 留下来的人 停止订阅 由罗冠聪 等人 設立在Patreon 或者YouTube的 网上订阅平台 乱绝 他们的生路 OK 我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呼吁 他既然做了这一步 英国政府 现在是和英国有关 这六个都是英国 英国政府 是不是要针对一些 所谓的 亲共的 亲中的 亲港共的 所谓的网红 所谓的KOL 所谓的评论人 即是那些 那些传媒的名字 我不说了 很多都收到Patreon 那些蓝斯KOL 即是华记正等等 一直去到什么 什么遮物遮的 我不说那些名字 逐个逐个 照版注换 说到没有 六样东西 取消你们英国入境的签证 OK 如果你发现到英国里面 有人去做些亲共的人的事 更好玩了 对等反制 禁止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 禁止和不动产相关活动 这些有用了 因为有一群的蓝丝和警狗 仆心仆肺去英国 英国政府不是域外管车 在英国 联合王国 包括英格兰 蘇格兰 威尔斯 和Great Britain 和Northern Ireland 北外尔南 全面管车 禁止提供资金 处理资金 禁止这些人 和不动产有关的活动 谁看到你这个地方租楼 借楼 或者卖楼 赶你出去睡街 冬天才好玩 第二件事 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和范围 解散你 清算你 充公你 没收你 撤销英国所有的居留的签证 Visa 直接 霸免你英国所有的英国董事职位 吊烧你所有的执业资格 因为这样做 英国应该对于这件事 对等反制 就不是域外执行 域内合法执行 行不行 我觉得各位 你们不只是伤春悲秋 是要强棒出击 一棍牛逼这些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做法 我都鼓励如果他今天 他延伸到台湾 对付我或者其他一些伙伴 我不说名了 台湾政府应该要对等反制 他针对美国政府这样做 应该也都要对等反制 是鼓励美国政府 喂 行 你要搞这六个人 我搞了全部 其实台湾有多少 那些所谓 帮那些蓝红联盟做事的人 什么蓝白红的人 谁发现到 他们是共产党的喉舌 制出这六个不同的方法 来对付他 我绝对支持 怎会不支持 非常支持 OK 那我自由亚洲电图 也有一篇报导 说 撤销护照 是否等于撤失去国籍 除旅游之外 还有什么实质影响 我会告诉你自己 没什么影响 OK 那你问这六个人是最清楚的 有人就说到 撤销护照在中国以至国际社会并不罕见 即使撤销护照 丧失护照 仍可以透过取得别国公民或难民身份 获发旅游证件 有限度出入境 美国斯洛登事件 是经典例子之一 很多美国有部分的美国学者都认同 涉事六人正删除英国 分别有英国国籍或难民身份 换言之对他们仍有其他方法出入境英国 如果有国籍 英国人制裁多余 英国各地的领事馆 大使馆也会外交保护他们 就算BNO也会得到外交保护 所以英国真是很帮得手 去做这件事 某程度上是 我也很感受的 撤销护照 以前2013年 美国中情局CIA的职员 Edward J. Snowden 斯洛登涉物风波 当中争议焦点之一 就是斯洛登入境香港之后 被美国政府通緝和注销护照 但是却在6月23日 成功经由香港去到俄罗斯 你没有护照 代表你一定走不掉吗? NO! OK 根据当时协助斯洛登的 维基解密创办人 阿桑奇 Julian Azonger 就向New York Times 爆料说 事前已为斯洛登取得 厄瓜多尔的特殊难民旅游证 Special Refugee Travel Document 並且借此离开香港 当时厄瓜多尔也证实消失 而港府当时发声明 斯洛登是自行 既合法和正常途径 离开香港 前往第三国 在美俄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 成功访俄的斯洛登 制留当地 并先后获发难民居民 永居身份 另外获得尼加拉瓜 委内瑞拉等国家 批准政治庇护 这些都是流亡国家 其实一般的民主自由国家 你没有到达当地 是没有办法 seek asylum OK 那你今时今日 就是去俄罗斯 尼亿加拉瓜 帮这个人 所以我对斯洛登 是有很大的一种反感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知道 没有护照大过天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回这件事 简单总结 六项措施 唯一一项有少少影响的 就是资金 其他的包括护照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第二件事 就是说 打压 不是在于这六个人 是在于帮他们的人 要扩大圈子 其实真正的目的 不是针对你已经 离开了香港 没有办法 就是已经放飞的小鸟 就是你在家里 有只小鸟开了笼 飞就出去 飞就出去 去到对面的山 对面的海 对面的河 你基本上 是没有办法再管得到的 一切的东西 都是你自己的地方 咬牙切纸 青筋 暴现 以为自己行合仗义 事实上什么都没有 这些是行邪恶 好极权 你唯一对付的就是 在香港 海外香港人管不了 在香港的人 所做的事 刚刚我说的防范措施 是针对那些 仍然留在香港的人 而希望这班 我们大家的一些 就是手足 这班真正的 志同道合 能够 善用各种方式 善用各种财技 去将风险减到最低 但我都说了一句 你留在风险 你留在风险区 香港 基本上没有办法 完全将所有风险归零 你呼吸都有罪 喝水都有罪 见你敲人真都有罪 哪里有归零的一天 所以说能离开 就离开 不能离开 不愿离开 我都不会勉强大家离开 大家有自己的理由 继续 用你精明的手法 去接收好的资讯 说真话 行公义好联敏 传兴彼的心意上帝同行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下一节 再说其他议题